国振欧同候选人夏浮欣高票当选 不过柔佛行动党主席刘振东就坦言 由G卵国会议员黄淑琪领导的西蒙助选团队 在竞选期间确实面临挑战 当中的因素包括乌清团长阿克马和行动党全国副主席郭肃进之间的纷争 引发了失望和不满情绪导致许多华裔选民不出来投票 针对刘振东的这番言论 乌清团长阿克马昨天随即在脸书上反击直言 在较早前的宾州威南双膝巴甲补选中 也有华裔选民没出来投票 难道也是他的错吗 阿克马让刘振东去问一问郭肃进 为何要发布扰乱国家安宁的言论 而不是去责怪那些用对相关言论做出回应的人 此外阿克马也劝请行动党效仿辛勤耕耘的马华 努力让基层华裔选民按照承诺出来投票 阿克马说行动党如果还要指责他 他也没辙 目前更重要的是 乌统需要朝着更好的方向进行改革 以赢得人民的信任 他也强调无论乌统跟谁合作 他们都会坚定的维护宗教民主和国家原则